我們前面教了一個重要的題型 叫做算溶子的質量 然後也提示了一個不需要做計算的 那麼取出一部分來問問幾人 現在還有兩種的題型 一種叫做稀釋 一種叫做混合 這個呢 叫做稀釋 硝酸甲300克 加水100克 吸收濃度多少 加水稀釋 那我的教法跟你講過 我的教法就是糖水加水糖不會變 所以吸事情的糖等於吸收的糖 當初在上課教的時候 你們有些人上黑板算 用的是那些補習班老師的教法 帶公式帶兩次算出來 我沒意見 只要你看得懂 知道你在做什麼就可以了 那我的算法就是 吸氏前的糖等於吸氏後的糖 吸氏的時候溶子的質量不變 那怎麼算糖的質量 前面教過 算溶子質量就是溶液質量成百分濃度 所以就是吸氏前的相乘等於吸氏後的相乘 所以吸氏前的相乘等於吸氏後的相乘 算完之後呢 很容易 答案就是 百分之十五 答案就算出來 就這樣 簡單嗎 很好 那 請問 百分之三十四百加兩百 我剛剛講過了 我們第一題通常都是跟它前面完全一樣 只是數字不一樣而已 想法都是一樣的 百分之三十四百克 加水兩百克 那最後會變成濃度多少 最後濃度會變得多大 停車戰界問 那我還追了 不在的人 不講 不講 你不講 二十 二十 百分之二十 剛剛講過了 我的教法就是 糖不會變 溶子不會變 溶子質量就是剛剛前面教過的 溶液質量成百分濃度 所以溶子前相乘等於溶子後相乘 然後乘一乘 處一處弄完 答案就是 百分之二十 簡單 好 下一題 位置數不一樣 現在是說 要加多少克的水 剛剛是加水多少克 問最後結果 現在是有 最後結果 問要加水多少克 就是位置數的位置不一樣 其他的是都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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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請問 這樣子 多少 這樣子是多少 要加水多少 它才會變成百分之十五 就是位置數的位置不同 但是其他的都是一樣 其他一樣 基本上列式是大致相同 好 請問 答案應該是多少 洪玉璇 40喔 請坐 洪玉璇說40 基本相法是相同 溶質不會變 溶質就是溶液質量 成百分濃度 然後呢 就寫個C式前 等於C式後 然後呢 這裡 注意的就是說 60是原來的糖水 還要再加水 不知道多少 還會變成最後的溶液 所以是 瓜糊裡面是60加X 那基本上的列式是一樣的 那後面就是數學的動作而已 就是算數學 認真努力算 答案就做出來了 就是40公克 所以呢 這題的答案呢 就是40 答案就是40 OK嗎 OK嗎 好 這就是有關於西式的問題 這樣子 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